泰玛里乡勇敢站起来 经过风灾后赶紧复建 原定要举办的金针花祭系列活动 依然照常办理 7月30号搭配台东县政府办理的 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清晨4点30分将在泰玛里乡的 曙光园区热情开幕 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泰玛里 力挺泰玛里地区的农民朋友们 乡长陈振峻表示 金针花祭从8月1号到9月11号 上金针山上赏花不容错过的 最佳赏花景点就是 旺幽谷以及双乳峰 从高处观景更能感受到 大自然的美丽 另外活动期间也办理了 绘画比赛以及嘉年华活动 那今年我们特别又安排 金针花的一个绘画比赛 分为三组 有青植组 有这个青少年组 也有成年组 我想给这个 来到金针山的一个旅客 有不同的体验 我们也在这个金针山 安排了两场的这个嘉年华会 那也给现场的民众 可以来摸柴 欢迎大家 来到金针山 来到泰玛里乡 来消费 让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收入 让他们的附件进度 可以赶快来完成 今年安排的赏花专车 让游客预约搭乘 不论是从泰玛里乡公所 或是从台东市区的旅服中心 都可以预约 让大家在暑假期间 可以安排避暑 玩乐又能欣赏美景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 2016金针花季 欢迎大家来赏花 来看玛丽赏花